我们的D2车队的邀请要盛场 好 没看到接下来这场比赛 这是选美 那么在彰化一所大专院校里面 举办了时尚之星选拔 总奖金有10万块 那么校园选美原来是 把时尚美学当成学成来设计 模特人也是美学的一部分 时尚之星也要比创意 比展现 比机智问答 时尚美学要兼具智慧才行 谁是时尚之星 是他 是他 还是他 参加选秀比赛的学生 穿出自己最得意的造型装扮 展现美的创意 也谈论什么是时尚最重要的元素 实现时尚最重要就是要有自信 就是自信就是可以让一个人 就是变漂亮变时尚 台上美的展现 秀出来的不但有服装设计 还有展出体态更有机智问答 参赛者从娱乐圈找时尚偶像 蔡康勇 对 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综艺界当中 还蛮出色的一位男主持人 然后也蛮敢穿出自己的风格 如果说演艺圈是时尚的呈现 那么大专院校就是时尚的摇篮 现在大专院校不但举办 时尚之星选美比赛 还将美学当作产业 开辟模特儿学程 模特儿的选拔 其实也是一个美的产业 那么在未来在全世界 我们都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占一席之地 大学选拔时尚之星 来自十多所高中大学学生参加 44名参赛者当中 25人进入决赛 对时尚有兴趣的不分男女性别 挑战总奖金10万元 更挑战自己的时尚潜力 东南新闻 吴鼠平 萧光志 在彰化采访报道 今年全国拔河